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黑白灰银金 为什么说黑白灰银金不是颜色呢 因为首先咱们把两个反光的东西给排除掉 就是银色和金色 它是一种金属反光 反光以后带有了某些色彩倾向性 我们不管来算的颜色 因为它跟真正的颜色差太远了 不管是从物理上来说 还是从心理上来说 它都跟真正的颜色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我们就不分析银金两色 不分析银金两色 因为它的摄影中其实也比较少出现 那么我们更多的只分析一下黑白灰 黑白灰为什么又不算是色彩呢 因为黑白灰是没有色彩的 对吧 就不管什么颜色 只要把它那个颜色给包里以后 我们就看它那个光的强度的本质 而不看它那个光波的 处在那个波段的话 它就是一个灰色 或者是一个黑色 或者是一个白色 我们之前说过不同的色彩 相对把它那个饱和度 把它的纯度降到最低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 就会变成不同深浅的灰 比如说黄色相对应的是一种非常浅的灰 但是绿色红色相对应的 就是一种比较深的灰色 那紫色 它如果把这个纯度降到底的话 它会是一种接近于这个深灰 或者是说甚至是有点黑的这种深灰色了 所以它所有的颜色 包里颜色以后就变成了黑白灰 只不过就是它的亮度不太一样 明度偏高的那些是白 偏低的是黑 中间的是灰色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黑白灰 在画面中会给我们带什么影响 我不是说我们拍张黑白模式的时候 才有黑白灰上颜色 咱们在平时拍照的时候 就生活中它也有黑白灰的 比如西装就是黑的 呃成衣就是白的对吧 呃等等等等 所以呢 它在生活中其实是大量存在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如果咱们拍一张黑白照片 这黑白照片 它到底是偏白偏灰还是偏黑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倾向性 所以咱们当一个画面的主要的这个面积 都被黑色所笼罩的时候的 呃 它给人带的这种感情 主要就是比较厚重啊 比较厚重 呃所谓厚重就是比较重 好像是一坨这个千球一样啊 比较稳 所谓的厚呢 实际上是一个比喻而已啊 那么另外呢 黑色呢 是比较中立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说 它在画面中啊 如果有别的色彩 而且特别鲜艳的话呢 那么色彩的心理呢 是以那些色彩为准 呃 黑色基本上不参与这个 呃 太复杂的这个心理过程 它主要是带来一种厚重的感觉 这个画面呢 主要就是有黑白啊 灰组成的话 如果黑色恰巧又占有一个绝大的主导地位的话 它会显得非常的沉稳 那么一个这个银白色的动物 如果你是把它拍在一个白背景下的话 它会显得非常的纯洁 非常的这个轻盈 那如果把它拍在黑色的话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非常沉稳的 甚至它有思想的这种感觉 呃 而且它非常的 装严 所以如果你去参加一些比较严肃的活动的话 呃 如果你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的话 穿黑色 显然是非常保险的一种颜色 呃 在中国呢 如果穿一身黑 可能还还不行 是吧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这个怎么那么沉闷 那你要穿一袭的白过去也不行 是吧 披麻带笑的好像也不太吉利 所以呢 这个呃 在不同的民族中 那个三个特殊色 黑白灰也确实有它不同的一个解图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整个画面中大量的黑色 非常庄严 这在中国的这个 佛教的寺院里面 其实也经常能见到大明镜这种暗色 呃 特别是在藏区啊 一些老的寺院里面 强熏的 黑黑的 你一进去呢 基本上放眼望去都是黑色 一缕光线从那个天窗上撒下来 哎 那个就是带来的就是庄严的感觉 呃 当然了 这个黑色 因为你看不见嘛 所以 它也会带来未知 当然这个未知 它可能还会带来一次次的恐惧 因为你就 这人那么诡异啊 是吧 这个 长得突然中间来一小鼻头 头发也飘得这个稀稀拉拉的 感觉上低着头走 还特别 啊 阴郁的这种情绪和气氛 后边几个人呢 也都是低着头走的 说这就是 它的未知带给我们的一种 一种恐惧啊 那所以 呃 你在表达某些有神秘感的东西 显然也是可以运用黑色的 当然黑色如果跟白色搭配在一起的话 能量感也是四足的 它也 它也有危险的感觉 呃 但是它更多的带来的是一种 就是对未知的恐惧的一种威胁 呃 它充满的力量啊 因为它重嘛 它跟白色搭配 一轻一重 它就是力量 它就是对比度 嗯 那它有神秘 这个呢 是在慢速画面的环境下拍摄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萤火虫啊 啊 萤火虫 它是闪光的 所以它这边闪一下 那边闪一下 呃 没闪一下 在你这个空中划出一条短短的轨迹 是吧 一万只萤火虫 闪一百次的话 就一百万个小点 它就这么来的 上面呢 是那个星轨 星空的轨迹 呃 曝光时间呢 我估计是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星空 这个转动了15度角左右啊 地球是每小时转动15度角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哎 在这个画面中 本来就已经看不太懂了 上边又是星轨 下边又是这个 萤火虫的轨迹 本来就看不太懂的情况下 给你来了一点黑色 哎 整个画面主色调是黑的 这样子就非常神秘了 对吧 它就是这么来的 这种感觉啊 是跟我们搭配的 拍摄的物体 是十字刻刻摇合在一起的 而且黑色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尤其是在大面积的黑色环境中 来一点点的这个人物 点的其中 我还是想要一下 得有人 呃 树 偶尔一棵老树也行 呃 但是就没有人那么强烈 呃 一个动物也行 但是也没有成人这么明显 所以这就是孤单 黑色也会跟大家孤单的感觉 而灰呢 又分很多种 有深灰 有浅灰 对吧 那灰首先 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颜色 它 嗯 不带色彩倾向性 但是你知道吗 没感情 这就是一种感情 就是让我们感觉这个人 你说的没感情吧 它肯定经历了很多事 是吧 所以它其实呢 是有很丰富的感情 但是它是藏在其中 不愿意 特别轻易的显露出来的 呃 灰色也会给人带来有思考的感觉 呃 这是一个摄影师 正在给自己自拍 这个照片 啊 他呃 对了这个手创里面 一个很怪异的人物的形象 正在看 看一些这个 啊 报纸啊 什么的 而且灰色会让人觉得非常压抑啊 如果你是大面积的灰色天空的话 会让我们有这种 压得你传播气来的感觉 但是 我在强调 艺术里面是没有 呃 褒意和贬义这么个分别的 这个压抑也好 沉闷也好 它本身是一种情感 用的好的话 它绝对是张好照片 你不能说所有压抑和沉闷照片 就不是好照片 可能你觉得那张压抑和沉闷照片 不是好照片的原因 是它不够压抑 不够沉闷 呃 做到极致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引起了你的共鸣啊 所以这就是 呃 艺术 呃 我们带来看看啊 沉闷啊 压抑 乌云压顶 在迸发出闪电 啊 紫色的闪电 带来神秘感 呃 但是它也有温和的成分 呃 因为它是一种 很舒服的过渡 有灰到白的过渡啊 质感非常的清晰 呃 它会让人觉得中立嘛 那中立就是说 它不是很张扬的啊 所以它是温和的一种 感觉 呃 也会让你觉得迷茫 因为它没有色彩形象 就没有了方向感 神秘感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 好吧 那最后我们再看看白啊 白色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情感呢 呃 你们可以在脑中快速的过一下 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白代表了什么呢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所说的啊 给大家说阐述的这些呢 并不是全部的 但是呢 据我的理解呢 白首先它是明亮的 它非常的明快 让人觉得一看就好干净 好开心 呃 好强烈的阳光 有一种这种 想走出去啊 不想这个上班了 不想上课 想出去旅行的这种冲动啊 它是一种明亮的 像来自于正午的阳光的色彩 那这个小东西本来就很可爱啊 它有一种 呃 你人画的视角 从下面拍上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像一个小精灵 戴着一个大帽子 那呃 白色 它会显得比较宽敞 就是我们说黑色显得深邃啊 深邃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一直可以往下 一直可以往下 像到这个几千米几万米的深海中一样 呃 但是那个白色呢 就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好像到了云上一样 它是比较宽敞的 好像无边无际的一种 天堂一般的感觉 那白色 通常都落落大方的 它会让人觉得 不娇柔作作 呃 没有什么很很 很见不得人的东西 对吧 它没有紫色的那种暧昧的情绪 它就是痛快快的 干干净净的 就像是一个 这种穿着 一袭白裙的 连衣裙的少女一样 可是它是比较大方的 而且呢 白色会让人觉得 非常的 纯洁啊 干净一点都不脏 这也挺难得的 因为很多地方下了学以后 你脚一踩就变成黄不垃圾的 是吧 所以 找到一片白色的一个雪景 还真不是很容易 而且呢 它足够简单 它 没跟你藏着什么东西 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 不可理解的一些情绪 它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它足够的善良 因为简单嘛 它就善良了 嗯 还是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我刚刚说的 一袭白裙的少女 就 少女的 所有的正面智慧 几乎你都可以用在这个 白色上面 它是善良的 但是在有的民族里面 有的国家里面 它也会意味着死亡 尤其是在中国 那我之前看过一个 这个事情啊 这个是 后来我讲课的时候 老讲这个反面案例 就在这个北京的 三里屯啊 那个很著名的 那个太古里商场 一楼新马克背面啊 那个 那时候冲着大陆边的 那个商户 我就不点名了 它叫什么牌子 那个是个卖衣服的商店 还挺知名的 一个国际品牌啊 那然后 它有一年的这个冬天 装饰它的橱窗 然后用的是折纸艺术 那时候非常流行 就是拿一张 巨大巨大巨大 巨大无比的纸 然后折出各种各种形状 然后把它摆在 那个橱窗里面 是一张整张纸啊 无拼接 无缝隙的 首先生产出那么大的纸 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何况它还把它 折成那么漂亮的形状 那么干净利索了 然后拿那个钓鱼线 吊在橱窗里面 里面再搭配上衣服 是很漂亮的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它在那一年的冬天 正好快飘雪的 冷得要死的时候 然后它可能想 隐喻着雪花 它在它的橱窗里面 折了大的 大概四五个 巨大无比的花环 那花环呢 其实挺漂亮的 但是各中国人一看来 大冬天的 本来就已经够寒碜的了 快下雪了 那种刮大风的天 你哥里边 放一大牌的这个花圈 你想想 大家还进那店吗 一看就不愿意进那店呢 我就观察了一下 那年冬天 它那个店的声音 特别不好 后来好像 现在已经搬走了 还是怎么着 那所以呢 不同的颜色 对不同的民族 是有不同的一些 一些感情的 白色这个里边 绝大部分都是正面词汇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还有另外一些民族 一些国家民族来说 它也意味着死亡 但是你别把这个事 讲那么明白行不行 它用白色装点 自己的橱窗并没有错 但是呢 你能别做花圈吗 是吧 你能别拿纸折吗 你把这纸 这花圈 这白色都联系在一起 当然怎么不想到死亡呢 所以呢 大家就不去他那买衣服了 这一点各位要注意 搭配的时候呢 你可以正向搭配 可以反向搭配 如果你是想说中国的 关于死亡的事情 那你可以大量的使用纸张 使用白色 使用这种花圈 一类的这种形状 单于死亡的事情 但如果你说的不是这个方面的事情 那你一定要注意去避免它 好吧 而且呢 这种白色有时候 还会让你觉得有一种 一种恐怖 我们说白色恐怖嘛 因为它 它好像没有什么情绪和色彩 加上一些密集恐惧症等等的 这个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能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这张照片的例子呢 还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里边它走着的不是那个 纳粹的军人 它走着的是那种拿着乐器的乐手 如果是纳粹的军人的话 这个画面 可能看上去会更恐怖一些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只是引用来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下次要白照的时候呢 就记得 把这几种情绪 看看怎么样去套用上 那么 我们关于色彩情感的这个方面 不管是前面说过的 真正的色彩 还是现在说过的特殊色 所谓的不是色的色 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我再总结一次 我们在拍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情绪的照片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你的观众 也跟你感觉到同样的情绪 就要对色彩有所选择 谁才有资格来做主色 谁只能做辐色或者是点缀 谁只能做辐色或者点缀色 这个呢 你得想好 关于色彩搭配问题 就是说一个画面中 到底出现几种颜色 这种颜色的面积大小 这种形目程度 到底占到什么样的一个比重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里面 会慢慢地教大家 大家学员不要着急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